下堂第一席 中轴 话中 四空四禅六玉诸天 三界二十八天 五 色界四天 色界十八天 玉界六天 在佛教中 天人总是受热无比 但其实他们也有福报享尽之时 每当天人五衰向现前 便开始寻求基辅之法 如往昔时 善助天子便是一例 而不论是玉界六天 或高智飞翔飞翔触天 均不出此定律 而这些天人私有何乐呢 还不如蒸发一念心 求得无上菩提 这才真正的安乐 画面中 由上至下 分别为无色界四界 色界四禅十八天 玉界六天 依据他们禅定功夫的身前 而处在不同层次的天界 图中的六玉天 人物有男女有胡须 陈教授画中又已表述 玉界凡夫位之体现 初禅至三禅是色界 属有形无体 有男女相等等 而画中有些天人穿鞋或无穿鞋 都有女纵相 表示的色界天人已断除男女之隐喻 各偏向无相貌撞 在一禅至四禅都是三界内 轮回众生 也都有正性与不正性之天子 因此画无穿鞋为菩萨行 有穿鞋为外道之行